來 東京大家好 今天講到這裡 我今天有事 今天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繼續來講 抗美的藝本 那個地方法院 跟高等法院那一邊 我們繼續再講下去 我們今天要講這次 我們也是要向各位 稍微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說來說 這個 把我們的腦稍微洗回來 就是說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裡面 你包括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你包括蔡英文就好了 你包括蔡英文就好了 今天大家都共同面對一個問題 中華民國全世界 都沒有人要信任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事實 你現在處理比賽用中華台北 你如果要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要用聯合國人給你記載 你知道嗎 你要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但是除了說一些商業 也組織以外 人都沒有用 讓你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參加 什麼樣的問題 你這個中華民國這個國籍 蓋在你台灣人 所有的台灣人會打到上面 不管是 你真的是中國人 啊不是中國人 你現在都拿到這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啊你現在討厭不了 啊你死了 等於說你中國難民 你也有事情 你吼對中華國民黨過來 那陪中國難民有事情 你以後 你又本土的台灣人 吼 你原住在你的國籍的 台式是日本新民的 你今天也都有事情 等於說 住在台灣 島頭頂的人 今天都有事情 不管你住在一國的 你日後以來 你都有事情 就是說你今天拿到這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你不應該拿 啊還有一點 你讓大家看你的新聞前 你要看很清楚的 他明明白白跟你寫 什麼叫做中華民國政府身份證 他以前跟你說得很清楚的 不管你願意 也不願意 你的國籍今天叫做中華民國 啊這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啊我們就說過了 國際社會都沒有信任 這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被再承認的一個中國的國籍 今天是全世界合法的中國的國籍 你要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個中華民國國籍 你會叫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就是真正的 Republic of China 吼 啊我們台灣這個Republic of China 現在已經變成人說的 假的啦 Flaught 吼你知道嗎 一定沒效 一定失效啊 吼 我們給各位吼 我吼 我吼最近因為信用卡 我去用倒刷 所以我去換一個新的信用卡 我說這個道理給你聽你就聽了 信用卡你知道嗎 吼 我們大家要扮 扮過信用卡就知道 吼 我是最近這個經驗說給你聽的 我以前那張信用卡 去用倒刷 吼 啊我陷你跟這個信用卡的公司說 他說這樣 吼 這樣可以 你這張過的 信用卡適合 吼 啊我還發一張新的給你 啊你的主 你的主族在那裡我幫你騎過 吼 所以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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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騎一個新的新聞 給我 那個什麼 那個信用卡給我 吼 啊我既那張信用卡適合 啊既那張信用卡 你怎麼刷 你都刷 你現在都不能刷了 我自己要刷也不能刷 吼 我這樣說你就聽我了 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的國際就是 我那張既的信用卡 啦 那是適合了 吼 啊現在人家有效的 中華的國際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些 吼 這是真正的 中國的國籍 吼 我說這個信用卡 你如果去換過你就知道 啊 既的那張一定適合了 新的這張才有效 吼 啊我跟你說 我們有 兩 我說我們現在有 兩張的中華的新聞情 一張在我們台灣 這個沒有效的 吼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國際是適合的中國的身份證 吼 Report的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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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你就是中國啊 啊這就是適合的中國的這個什麼新聞證啦 以前連毛澤東跟這個什麼 吼 跟這個習 跟習 習近平 他們都要拿中華民國國際 但是他們中國人民拘領 他說 我們台灣這個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是假的 我們中國人拘領 吼 我們中國人的國際 叫蔣介石跟國民黨把我們倒刷 我們賣 吼 我們不要蔣介石跟國民黨那個犯罪集團 我們賣 因為他把我們倒刷 我們賣 我們賣 美國給我們打到咪咪帽 打得很疼 啊 上月才說 好啦 啊不然我把這個 吼 那個 臺灣 集結就 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際 把你拿掉 啊 你們中國人去辦一張生的啦 啊 在那個197年的時候 這把他用一個聯合國的2758號捷運 吼 跟中美三個公報 跟台灣關係法 這 由美國總統尼克森 吼 他們 他們 道義說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吼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國際就是真正的中國的國際 吼 啊 這是 美國跟聯合國裡面 把這個中國人民打贏 你們現在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吼 你如果拿中華民國國籍的是適合的身份證 吼 你記得哦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的身份證是適合的 中國的身份證哦 但是你 尤其是 尤其是 中國人哦 你仍然是中國人哦 只是這張新聞 真的要不適合 啊 你如果要把這張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有適合你怎麼辦 你要回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 你才會恢復你的國籍 你才會恢復你的國籍 所以 那叫做一個中國政策跟三個公報 跟聯合國二七五八五結文在說的 吼 我這樣說你就聽了 有啊 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我們台灣這個中華民國的國籍是適合的中國政府的國籍 蔡英文也一樣 所以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會蔡英文今天做的總統按照法律 法律是什麼樣的總統 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 怎樣 是一個無效適合的總統 是一個 失效的中國總統 吼 所以 你若蔡英文出裏 你若說 我用中華民國的這個憲法 競出來中國總統 我問你 什麼人跟你信心 沒有人會承認你 所以你現在如果出裏 用中華民國的總統名義跟人會位置 沒有人會承認你 沒有人要管你 因為美國講的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啊我跟你說 你知道嗎 你會承諾中華跟你拼一拼一拼一拼 對 也不會跟美國文公有好公 你不是說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你現在還給我補第二 你美國現在什麼意思 吼 他就會跟美國砲擊 這樣說你就聽話了 所以我跟你說 你現在拿這個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是一個適合的中國政府的什麼國籍 前朝 你知道嗎 中國的前朝 我們現在的中國政府的前朝 就是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吼 這個已經適合了 剛才我已經 既的那個信用卡已經失效了 吼 啊我問你 啊現在 有效的信用卡在哪裡 吼 在那個新的這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新的 所以才有一個 吼 我們常常聽過 兩岸的關係條例 兩岸的關係條例 就是跟你說 我們兩岸的中國人 你給兩岸的中國人 吼 他就說你拿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你都是兩岸的中國人 吼 我們都要一個中國 吼 啊你要反國回來統一 所以 阿中華每天說你拿中華民國籍的 你要回來 我們這個北京 你知道嗎 吼 吼 所以我跟你說 你如果拿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你有反國的義務 你按照美國的三個公報 跟一個中國的政策 你真的要回到中國 但是我們本土的台灣人不外啊 我都不是中國人啊 我的國籍是叫中華民國國民黨 他們的 他們的皮 垃圾中國人把我們投價的啊 啊你這個中華民國 你中國人都沒有 我們台灣人 可以接受嗎 我們當然更加不能接受 啊所以吼 你國國政府就打到 沒在笑啦 他就說啊這個中華民國就 大家都沒有共識啊 除了沒有共識 他也非法 吼 吼 我們就常常講過這個問題啊 你如果說 正港的中國政府 你應該在中國大陸 你不應該在日本的台灣 這樣你會變流亡政府 還有 你的人口數太少了 你也沒有代表性 所以你如果說 台灣的 吼 這個中華民國 說要代表一個中國 我們也沒有給你代表啊 那也不用做代表啦 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按人口比例來講啦 中國 大陸的 14億人民 才有中國的代表性 我也說實在的啦 所以我也說 聽著說吼 我們台灣人 吼 包含中國難民 你這個中華民國 你都要 你都要下者 你如果要回去你就回去就好了 我也不會幫你抬 你知道意思嗎 我不是國民黨 我也不是中華人 我們不是你們那種中國土匪 吼啊 你回去就好了 啊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的社會 我們自己台灣的政府就好了 吼 所以各位 你給你想一個問題啦 我剛才跟你說了料料 你是對我們台灣這個中華民國 全世界的阿國的心情嗎 我給你保證 百分之一百絕對不會被承認 他假的你如果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只能證明你是中國人而已 你沒辦法證明你是真正的台灣人啊 吼 Republic of China 吼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吼 啊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是適合的國籍 啊我們要回到我們的國籍 我們要回到哪裡你知道嗎 對 回到去找習近平 你要去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 你知道意思嗎 我跟你說的都真的 你有兩岸的關係條例你自己去看 吼 這樣懂嗎 吼 所以你如果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我告訴你有反國的義務 我告訴你 我是站在共產黨這邊的 中國政府的角度 你看問題 吼 你要回來統一 吼 這有這個中美三個公報 跟一個中國政策約束 啊知道嗎 還有 美國也不會改變這個政策 啊還有台灣關係法 人家美國也講的 我們不會改 台灣關係法開宗民意第二條的A一定說啊 中華民國政府不是合法政府 美國在台灣過來 還給他補一千 來 砰 這個中華民國不可能了 我跟你說沒效了啦 不要再掙扎了啦 啊你現在台灣這輩 中國人你就想說 吼 你那 人口相加 希望說 中國跟這個美國打起來 看我共產黨都能抓到嗎 看我這個國民黨都能反攻大陸 把我抓到嗎 我跟你說啦 做夢啦 你不用再想了啦 中國跟美國 不可能 對著你國民黨要回到中國做法 去 去戰爭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我認為美國跟中國 沒那麼亂啦 他們的聯合起來 把你國民黨消不掉 我跟你說真的 你不用在那裡做夢 吼 你那個 贏警就路好好的去死 你現在我國民黨做得很壞 你知道嗎 你做得非常的差 你怎麼騙就沒效 我知道你做得很壞 非常的差勁 整天就在那間縫插針 今天中國跟美國 今天的關係 沒有這麼壞 也跟你們國民黨 絕對的關係 脫不了關係 啊不然說就是啦 吼 這個 中國今天會開放 變成一個國家 什麼人 出力就對了 美國出力就對了 你如果沒有 美國 跟日本圈圓主帶大力 我問你 你毛澤東跟共產黨 真的會去撞到中國 吼 啊如果沒有 美國的幫忙 你戰爭的時候 你說國民黨人 嚇吼 嚇吼 把你刺下去 你這樣共產黨 你都去 拿到政權 其實 共產黨 都拿到中國的政權 那是 美國說的是 贊贊贊贊贊贊 啊你剛好運去求到 啊也 美國說那個意思 人 吼 不要捲入中國的內戰 人 美國沒有那個意思 說 他加進中國來 裡面 所以 你說 今天 美國政府 說有可能 為了台灣的國民黨 跟中國 你作賊 我認為是 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 我也跟美國講 你不要幹 這麼蠢的事情 你把台灣的國民黨 消滅掉就好了 把中間 就跟國民黨 消滅掉就好了 你把他消滅掉 你以後 中美 關閉主演隊 進行 因為我跟你說 中間就跟國民黨 是 一倍 一倍 垃圾 是中國裡面 最混蛋的一批人 當然 我跟妳說 共產黨 當然也不是什麼好人 吼 但是 妳如果說 兩個 妳如果說 共產黨 跟國民黨 給我趕 我敢 去趕共產黨 為什麼 因為 共產黨 他比較 接地氣 吼 你知道嗎 最沒有 他是 最基本的 人民 來做的 他是 農民 來做 他是 工人 來做的 他 在中國 有代表性 但是 國民黨 就是 一些人說的 人說的 土豪獵生 跟 一倍 黑道 流氓 來做的 那 國民 那 如果說的是 國民的 那個 國民黨的 第一次 比共產黨 更加害 我跟妳說 那都一些 黑幫 徒 詐騙 集團 神棍 來做的 國民黨 所以 國民黨 經到 就 扣騙 啊 如果說 就要 很前 我跟妳說 差不多 都輸 那如果說 那本錢 國民黨比妳 比妳 比妳 比較糟糕啦 啊 這就是 國民黨 所以 國民黨 妳看 那 妳看 那 怕 算 啦 欺善 怕 惡啦 只要 欺負 人民 的 效 而已 不管 欺負 中國人民 還是 欺負 台灣人民 他都很厲害 啊 妳如果要叫他做一些正經的事情 我跟妳說 他沒有 材料啦 因為 他的 堆積 太壞了 爛 那 沒意 我跟妳說 那種人 我走 就放棄了 人家說 爛 你 扶不上牆 妳 妳 妳來看 妳 妳 妳看 妳 美國 為了 要扶 很解決就好 妳看妳扶到多少 就好 那叫做扶不起的阿賭 那真的是阿賭 你把扶連 妳就有事 你自己也知道 齁 國民黨什麼樣的 題材 我們都很清楚 齁 那就是扶不起的阿賭 齁 那是齁 又爛又餓 爛啦 還說惡 齁 妳如果說 阿賭還好一點 阿賭是無能而已 但是 他沒有做派 齁 他是無能而已 啊 國民黨是既無能 又邪惡 都欺負中國人民 跟台灣人民 齁妳看 所以國民黨的 題材就是 又爛又餓 她的怕事 那時候 扶到扶手 也跟媽媽 那種人一樣 妳看 爛爛就好 那就是他們的題材 那齁 撤到大 也沒效 因為一定 懶得輕 你知道那意思嗎 沒有救了 齁 那就是國民黨 你說 那救的人有救 沒有救了 把資源 投在一些 比較正確的事情 跟人上面 比較有意 你讓 導致國民黨 就會讓你 大失敗而已 你美國一直 加 加 你加 一個中國 裡面 齁 我跟你說 所以 台灣人 你也 你也要欺負 遠離國民黨 跟他的中華民國 這樣就對了 這就是 你為他 討伐的 一條路 離開 中華民國 跟他的中華民國 那都賣了 離開他們就好了 人日本跟美國 要跟我們做新的 要跟我們做新的 這個什麼 臺灣政府 如果這樣就好了 這樣 會有 會有 正雄就好了 齁 啊 這是我們 臺灣人 今天 所謂要做的 政治工作 齁啊 這個 可能會長一點啦 但是我跟你說 這是 必經的道路啦 齁啊 這個中華民國 拆拆掉了 齁 好 來 我們今天 說一些比較正確的 說一些 我們今天要說的 繼續講齁 我們昨天講到7A 那我們今天繼續接8A 齁 8A附入B 美國地方法院對哥倫比亞特區的命令 齁 提交於2016年3月3 30號 這就是 Camp在那地方法院 我們第二 我們第二次抗美案會開始 我們正式在那這天 齁 我們就是 把這個卷宗 提交到 齁 哥倫比亞特區的 這個 地方法院 齁 美國 美國 地方法院 哥倫比亞特區 民事訴訟 編號 所以 你給我看 這是民事訴訟 那為什麼要民事訴訟 因為要賠錢 因為要賠錢 所以你要去告 齁 因為要向你台灣人一個公道 所以 由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事務這個單位 你知道嗎 齁 協助我們本土台灣人 向美國政府 怎樣 嘿 要來 針出我們本土 本土台灣人的什麼 國籍和什麼 背双 因為 正式 這個國民黨改我們台灣人的國籍 齁 這個美國軍事務幫我們幫忙 幫我們起一個基金會 齁 叫林智商 搶頭 你去告法 你怎麼來告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我們這案 齁 本質是 自己告自己 人 美國的單位 你告他 什麼 嘿 美國的單位 人家 自己要做 這個台灣政府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所以 我跟你說 我們這案 我查過了 是 美國軍事政府 人家有支持 他說要處理台灣 也是 台灣問題 也是要照法律來處理 因為 這是我們 美國的內政 我們美國自己都處理台灣問題 各位我不用幫你黑白國 你給他看 美國國會 齁 現在 針對台灣通過法案 都不用問過蔡英文 美國國會就直接下一個命令 齁 那國會立即的法律 你現在台灣 你就要照辦了 啊 如果今天 美國總統和國會 如果下一個命令 說 這樣 我要做台灣政府 嘿 啊 我跟你說 你就要讓他做了 你知道嗎 所以 你讓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和法律都單方面 都不用問過你蔡英文 呢 都不用問過你這個中華民國台灣都沒問過呢 所以我問你 台灣的高權在哪裡 台灣的高權在美國總統國會 跟我們台灣的軍事政府 我幫你發到白 那是我們台灣的高層 台灣的高層不是蔡英文 台灣真正的高高層是美國總統 國會跟軍事政府 你看他立一些法律你就知道了 你就非常清楚了 他都不用問過蔡英文 甚至齁 蔡英文在我們台灣經濟的中華民國總統之後 他跟賴清德兩個朋友 都會去美國的 國防部去給他吃藍蛋 啊我講不對 蔡英文沒有 是賴清德 你知道意思嗎 他也去那裡去給他壓過 我這樣說 你就聽話了 賴清德本來他在那個頂尼的時候 他說他台獨工作者 前年啦 他剛才講到這個總統的時候 他說我台獨 台獨工作者 我是樂島 在那頂尼 頂尼 你齁 嘿 去美國 國防部之後回來 都點點 到現在就像猴子 你去問 賴清德 啊你 賴清德 啊你發生什麼事情 啊你怎麼從美國國防部那邊回來 你都 怪他好像猴子 你以前不是說你台獨工作者嗎 吼 啊你 哎 你 喜樂島的總指揮呢 啊怎麼怕他摸到這樣 吼 吼 你吼 你把問一下看他要跟你說 有沒有 吼 我 我就吼 說這些事情 你聽 你聽就聽有了 啊你就知道吼 我們這個 台灣的 中華民國是 美國總統 說國會跟軍事政府的姿勢 吼 我是在外 吼 啊那你聽有了 吼 好 那我們繼續再講 我們繼續再講下去吼 所以我們這項是民事訴訟 啊什麼人幫我們幫忙的 其實背後那支手我幫你查過了 真的是美國軍事政府 吼 這他幫我們幫忙的 沒有 這沒有錯 沒有你認為吼 你在美國要去 這種個所 去顧美國政府 去顧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你任意這樣顧得下去 你任意人要讓你顧 你為什麼這項 你有材料起案 我感覺這項吼 你只要立案就很困難啊 人就一句話我國家免數 啊 你吼現在 美國要顧我 當一個單位你跟我說 你要顧我美國政府下面 哪個單位你跟我說 吼 你也跟我說清楚了 當然啦 我們是跟顧這個 美國政府下面的 在中華民國台灣 吼 但是我跟我說 你會把美國 美國政府拖下去 很困難 吼 既然他為什麼能夠立案 吼 你要去想想看 背後 有人在幫你倒上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顧的是什麼人 吼 美利堅合眾國 吼 跟中華民國台灣 吼 這兩個跟他顧下去 吼 這是被告 吼 可以告 這是地方法院 這是我們的一審 吼 吼 啊命令在那當時還是 2016年3月3日 只要 這 這不一定是命令 這可能是跟他 他命令有點像是 吼 就是 他就是說跟他單號這樣子 這跟他掛號 這order好像有點像是訂單 掛號 還是你說命令 也好 這個我覺得我也蠻難翻的 我不知道要把他翻譯做什麼 他有點就是說這個法院的命令 吼 差不多是這樣 吼 出於 隨附備忘錄意見中所述的原因 限為 2016年3月31日 特殊 特殊 命令被告的美國不受理議案獲得批准 就是 他一開始的時候 地方法院的時候 哎 美國政府跟這個中華民國 他們都是 把這個地方法院建議說 你這案應該不受理 應該不受理 那 進一步命令被告中華民國 的不受理議案獲得批准 那也一樣 吼 就是 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政府 他們都建議這案 吼 他當然有理由啦 吼 他就跟你說 很簡單的 這是一個政治議題 吼 啊 然後還有 他就是說吼 你這個什麼 吼 就是說 你沒有 標的物的管轄權 他就說一句話說 你這個法院對 這個台灣 你沒有管轄權 吼 待會兒 等一下 我們就看出來 法院的理由 法院的理由 都是對的 吼 就是這個 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 他們提的理由 都是對的 在法院那邊 他們都裁可 他們裁可 被告的意見 這案應該不受理 吼 這案應該不受理 吼 所以 這案基本上 在那地方法院的時候 是不受理的 啊 最後 為什麼 陳情案 能夠過 因為背後有一個力量 背後 有一個力量 吼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不受理 吼 你這案 我有理由 我就說 你法院 你應該拒絕審理 吼 該行動 被完全 這應該不是 驅回 這個 我應該 把他打 我應該是不受理 這個我沒有打好 應該是dismiss 這個 這個我會改 如此命令 這是最終的 可上訴的命 但是 他也跟你說 這個可以上訴 吼 這案可以上訴 吼 所以我們這案的結論是不受理 但是你也可以上訴 吼 你可以繼續再上訴 啊 當然我們在這個什麼 那個 高等法院 就是地方訓練法院 我們當然繼續 跟他做上訴 好 那我們繼續再看下去 富瑞西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的 備忘錄意見 這就是地方法院的意見 於2016年3月31日 提交 哥倫比亞特區地方 法院 民事訴訟 15CV00295 CKK 啊 這是 大特什麼 Rajoc S令 和 Julian T令 And Taiwan Keyboard Government 這是原告 然後對 美國和 中華民國 台灣 啊 這是被告 2016年3月31日 決定 然後 2016年3月31日 提交 備忘錄意見 這是 法院 把我們整理起來的意見 原告是台灣居民和台灣一個倡導團體的成員 他們聲稱在1946年中華民國 當時被美國承認為中國政府 所以他也說的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政府 有沒有 所以 你要記著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政府 人在法院也說 中華民國實際上是中國政府 啊這個中國政府 因為國共內戰 這個 中華民國 國民黨 跟毛澤東的 共產黨 因為你國共內戰 你整的這個 中國政府 中華民國 人家說的 會打輸 招贏 就來我們台灣 啊 就來我們台灣這個 政權 是什麼樣的政權 是中國政權 是中國政府 是中國政府 那不是台灣政府 阿 非白也跟我們說的 中華民國是 外來的政權 有沒有 他還把我們 他 他在 下任後 這二十年 他在 兩千年 在 這個中國政府的總統 下任後 他就一直跟我們說 他就一直 差不多每年都跟我們說 這個 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 啊 他這樣說了 他拆到 國民黨的爛 那國民黨 就跟北革 每年都承認他 這個老販店 啊你齁 吃粿子 要敗手頭 啦 你如果沒有我們 中介就 這個國民黨 替你顧台灣 齁 你這個台灣 就躲在太平洋裡面了 你還要做總統 齁 啊 就大家跟他拚 啊拚了 後來他又說 啊 我要 我要 我要把這個 李 李定輝的這個什麼 總統的特別待遇 我要把它取消掉 欸 你知道做 中華民國總統的待遇 下好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除了 每個會 會贏四十幾萬 之後他 還要派 修衛 還要派 警察 還有什麼 這個 還有 醫院我記得 還有護士 齁 你知道嗎 要特別照顧 所以說 他等於有個人的警衛連 齁 啊知道嗎 還有醫生還有 護士 你給他照顧 啊你如果 處理了他 欸 那是配車的 所以 那就是 總統的 齁 這個 這個 特別待遇 啊這個 國民黨說的 都你把我 出銷掉 你如果 不承認我們 中華民國的時候 齁 我告訴你 啊不 你就賣 齁 你就把你的 你的管理都收收起來嘛 齁 你自己自然都放棄啊 國民黨這樣 就給他算啊 你如果不在做 你別做啊 對啊 我要把你取消掉啊 齁 啊所以各位 你的非常清楚 這個 中華民國是 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他是一個 外來賬款 這阿非白一直跟我們說 因為他自己 怎麼做過 所以人家很清楚 你不可能 比理政委國更清楚 你一定非常清楚 你一定非常清楚 這個 中華民國是外來賬款 是中國政府 齁 啊當然 這個中華民國是 這個 全世界 沒有新人的中國政府 你包含美國也沒有新人 但是 這個問題 就把你放在台灣 你知道意思嗎 但是 他優人 也是中國政府呢 你記得啊 你 你看看你的身份證 是中華民國 report 那 那你 你要把他撥掉 但是 你法撥掉就撥掉了 有那麼簡單喔 沒那麼簡單耶 你一旦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國一把你黏黏黏黏 你不是法要撥掉就撥掉了 捏 齁 我說你就聽了 齁 所以你看看 人家說啊 這個中華民國 是什麼中國政府 你知道嗎 這是外來政權 齁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非法剝奪了台灣居民的日本國籍 具體而言 中華民國頒布國籍法令 非法剝奪台灣居民的國籍 齁 他跟你說結論啊 我們台灣去拿到中華民國國籍 是什麼人給你的 中華民國國籍 中華民國國籍 齁 用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傑三字號 01297號 運 跟我們台灣人齁 日本的國籍 在 1946年 1月12號 1號 怎麼跟你剝奪 齁 還在進行的前一年的 一 1945年的 10月25號 齁 他說在那天叫做光復節 齁 齁 你齁 台灣變成中國的一個姓 齁 他齁 用一個名字叫做 中華民國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就把你 把你剝奪下去 齁 你聽到嗎 所以你現在 台灣變成中華中國的一個姓 齁 齁 然後你台灣人的國籍 都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籍 什麼人給你害的 對 中華民國國籍 你害的 啊 人家 現在 美國要找 到底什麼人給你台灣人的國籍 啊 什麼人給你台灣非法併吞 把你台灣變成中國的一個姓 啊 人家要找啊 啊 害台灣人家去美中國的內政內民 啊 你死了 你有事了 你大條的 這款的絕對是戰爭罪 沒有齁 齁 齁 什麼叫做戰爭罪 這就是戰爭罪啊 台灣戰敗都很可憐啊 啊 還有 政府跟國民黨 整個給台灣併吞下去 還給你台灣人 留在中國內政內地呢 啊 這就是戰爭罪呢 這絕對是戰爭罪啦 所以我們這案 齁 說起來背後還不簡單 所以讓美國軍事政府 有人自己要來處理 這案一定破了軍法的 百分之一百軍事法庭啦 你只有這次的問題 你就不知道解釋 啊好 啊現在怎麼台灣人 以前的國籍都日本 啊台灣還須於日本的呢 啊今天怎麼變中國的民國一個姓 變中國的一個姓 啊現在台灣人怎麼都變中國的國籍 啊假期美中國內政 你怎麼解釋 軍事法庭見 齁你知道嗎 這美國要讓台灣人一個共同 要讓日本提攏一個交代 你知道嗎 所以這案 這案我告訴你 是卡到這裡的問題 你有沒有看到 齁 你只說頭 你背後 你如果穿著就知道 啊今次就死了 所以你看 今次就死了 今次就死了 沒有路種 放在慈府那裡 不敢給路種 他們背那兒 放在那裡 不敢給路種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這案太大了 一定要讓人來信任 啊人家事情都算好了 齁齁齁 敬家所獅子 和他的兒子 齁齁 正網公國 他們兩個 子他家要去燦 那是他們 製造的 齁你製造的 齁我說什麼 那什麼白色恐怖啦 22-8 我告訴你,他們兩個都整個招牌不去, 政府跟他走跟什麼? 政府警告,他們爬的小孩, 那死無路綜是有原因的, 那是美國軍事政府不敢讓他們路綜, 那不要給他下葬了, 要把他清法的, 要把你們國民黨整個政策都拜給你了,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時段, 那如果福官是很壞的,那是一個詛咒, 我們爹母,我們的阿公阿嬤, 如果死的時候,我們是說, 盡量趕快入土的安, 在那一國裡面,入土的安, 我們這招得久也不好, 你知道,我們人死就是要陳歸陳, 土歸土,這中外都一樣, 人死就趕快要下葬, 你如果在泰國就好了, 人死不關人頭外, 你三天內都要下葬, 嘿,原則上你三天內都要下葬, 平民啦,齁,除了你是黃氏以外, 齁,因為,黃,因為你, 你如果在那泰國的黃氏齁, 你要因為齁,因為有些黃氏的領域, 那可能會晚一點下葬, 不齁,你如果在那泰國人死齁, 三天一定要下葬, 三天內內,先下葬, 告別式可以晚一點做,齁, 齁,所以他三天的領域都先收招,齁, 齁,然後才做告別式, 人家泰國是這樣子,齁,因為齁, 因為齁,那個,泰國那個地方, 他是屬於比較熱,熱的地方, 啊你人齁,你如果不下葬的話, 你在那泰國那個病菌會蔓延,齁, 齁,那些沒法名的出來,齁, 所以,他們說規定說,三天, 你三天,你都要下葬, 全世界都有類似的規定, 人家死,你時間要過,你一定要下葬, 齁,你自己看一個問題, 你自己看,大家都知道,齁, 你若,市長,還是你的長官, 你的白鵬,如果死的時沒有下葬, 那對我們都很壞,齁,齁, 齁,啊你那看, 金戶跟金戶跟金戶跟白鵬, 到現在四十年了,還沒有下葬, 這裏面一定有天大的冤情, 人家美國軍事政府不給他們下葬, 其實你包含,齁, 國民黨跟金戶那些兵, 那些兵子,齁,齁, 其實都有想要給他們下葬, 有想要給他們下葬, 但是我告訴你,齁, 如果一旦去國防部陳情,齁, 國防部都不讓他們過, 國防部一直在葬, 齁, 國防部都一直在葬, 齁,啊, 你給我看一個問題, 那些, 兩蔣死了,四十年了, 啊, 他們那些國民黨的金戶, 你看, 排到金戶變怎樣, 你看那排的速度, 你看他們現在, 國民黨那些, 你看他們那些, 他們的, 人家的金戶, 那些大家都沒好啊, 我給他看那些,啊, 那個國民黨要排啊, 因為他, 經不出在葬宅, 啊,這就是, 兩蔣的詛咒,齁, 齁, 你的時段, 四, 一旦, 沒有, 沒有, 比較快下葬的時候, 那真的是一場詛咒,齁, 齁, 這個不是我迷信, 中外的歷史接染, 全部都這樣, 嘿, 你知道嗎, 四要趕快下葬, 啊, 不然大家都拆到, 你看國民黨白了料就是這樣,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個, 那個是一個, 那是一個詛咒, 啊,你說, 毛澤東的一樣, 那四如果沒有下葬, 你看, 共產黨現在也在以前很平衡, 現在慢慢在排了, 啊, 都跟這裡有關係, 嘿, 你四, 你就是要趕快下葬, 齁, 你知道嗎,齁, 我們做一個假案, 啊,這你看, 他們這, 偉大的領袖齁齁,齁, 齁, 我叫他們四都沒下葬, 齁, 你包含, 你齁, 包含那個死達靈, 死達靈也四沒下葬, 啊, 死達靈四沒下葬之後, 梁蔣一直沒有下葬今晚也要 這幾年一定非非夜魅的啦 我跟你說那對後代是一場極大的詛咒 這代表裡面有很大的圓情 人不讓路上 欸,梁蔣沒有下葬是經過設計的 他用一個很好的謊言 因為他是領袖,我們要用懷領袖 不要給他下葬 你看你不要給他下葬 你看國民黨在拜的速度 你看看,兩蔣四後 也只有三十年而已 你看拜的速度看路又快就好了 日日差年來賣,你看看 現在中華民國沒有了 我說在台灣這兩年美軍就把它拿掉了 我這樣說你就聽到了 那真的是詛咒,那真的有人設計過了 因為我們也看過那個統計 你這時段如果是齁,你要趕快下葬 你最好,我要說齁,你要帶泰國這樣 盡量早一點下葬 齁,你最好在那一個月裡面一定要下葬 對,我們也都這樣啊 你說像我們老母親,我們最棒的也在那一個月裡面給他下葬 找一個好的日期就給他下葬 齁,我們多多讓我們都不再死過人 齁,我們也不用亂賣國啦齁 時間如果要趕快下葬 齁,兩層即日如果看可以他就快下葬 齁,都也這樣齁齁,你看這對我們事實比較好啊 齁,啊不然你如果說齁,這 如果老母親在那庭官這代表裡面有延情 一定有什麼案情 齁,啊所以齁,才沒有,才沒有,啊這對 說到一個說不好啦 齁,齁,好 齁,我們繼續看下去齁,十一隻A,呼嚕C 以及他們的日本國籍的後,的,後代齁 齁,他的意思是說你們這七十幾歲 以前拿日本國籍的協議 現在一位中華民國幫你葬 齁,因為我們本來是要照你們這些 市長這差不多八十歲這位哪個 來繼承日本的國籍,啊同樣會被 剝奪這個權利 尤其說我們三個人,還是四個人 都被剝奪我們的國籍 我們本來的國籍應該是日本 啊現在我們都不能拿,我們都一律拿中華民國的國籍 因為什麼,我們在繼承中華民國的法統 夭壽啊,夭壽啊,齁 所以我們這世世世代代的,你如果不這樣這樣 我們都要繼續拿中華民國的國籍去做中華民國的路財 啊當然我說,美國軍事也知道這都違反政政法 這家實在太重了齁 原告進一步聲稱,美國對否認原告的日本國籍負有法律責任 齁,因為中華民國通過蔣介石在1946年頒布法令時充當美 美國的代理人 原告向被告美國和中華民國台灣提起訴訟 尋求以下列形式的補救 一,公告1946年的國籍法令違反國際法 和二,為任力剝奪國籍侵權行為的金錢損失賠償齁 所以他講了,我們的訴求Camp這邊,我們立書的訴求說的是說 第一,你要說已經輸兩年中華民國頒布我們台灣人的中國國籍是無效的 第二個,你要培 齁,你要培 Camp這邊講的非常單純 齁,我們原有的國籍你要恢復 你,你要培 齁,你,你要培 什麼人敢,什麼人培 齁,中華民國台灣,你培 啊,你中華民國台灣,如果培了不夠,美國政府來培 齁,目前在法院面前是被告美國不受理議案和被告中華民國不受理議案 兩者均據聯邦民事訴訴訟規則和綜合考慮這些書狀相關法律機構和紀錄後法院認定法院對原告對兩名被告的主張均缺乏標的管轄權 所以,他講的,我們這種不受理的原因是因為,我美國法院齁,對台灣我沒有管轄權 齁,不管對中華民國還是對台灣,我美國法院都沒有管轄權 齁,但是我們也說過了,Camp不是要這個 Camp是要在法院裡面確認一件事情 國籍齁,是不應該被改的 我們只要確認這一點就好 因為我們民事酋長主要是這一塊 我們要法院確認,國籍是不可以被改的 齁,你知道齁 齁,所以在我們法院基本上在地方法院的時候,我們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我們沒有 齁,但是也有另外一個好的結果 我們齁,在地方法院有一個好的,也有壞的 壞的就是他不受理 他的理由是什麼 齁,因為缺乏管轄權 我美國的地方法院,我沒有知道 我關到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這是一個屬性 齁,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好的結果 就是說,國籍不應該被剝奪 這是法院的 他認同的地方 那Camp只要這個而已 齁,這是法院裡面認同的 對齁 法院的考慮集中在以下文件上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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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齁 再來12-A 護路西 法院應批准被告美國的不受理議案 法院應批准中華民國的不受理議案 反正,我們既然在這個地方法院就沒過 齁,這不受理 齁,啊不受理的理由 他講的非常的清楚 因為法院認定 齁 他缺乏齁 管轄權 我法院,我不要管台灣跟中華民國 人給的理由很非常的直接 齁 就像法院提出的議案而言 法院接受原告的修正訴狀中 充分辯護的指控為事實 法院不接受事實 然而,原告的法律結論或推論 是沒有被支持的指控事實 法院敘述的主要事實 去提出的問題 在待決議中 保留進一步陳述事實 以供討論以下個別問題 齁,啊各位有討論下面一些問題 原告的修正訴狀提供的關於過去120年 台灣政治地位的簡短歷史課程 1895年中日戰爭結束時 中日簽署的下關條約 據此 中國各讓台灣齁 當時稱為福爾摩沙 以永久和完全主權讓於日本齁 我們看一個說明齁 本案標誌著原告林志生博士 第二次嘗試就林博士 和其他台灣居民的國企 向本地區法院 舉得公告判決 齁 原告的主張 因為他們被政治問題學 學理所禁止 原告的即時修正投訴 包括事實指控 這些指控實質上 反映的第一個 林案的修正投訴中 提出的事實指控 有關背景事實的全面敘述 請參見 Rosemary M CLEAR 就是地方法院的CLEAR法官 在第一個林案中的裁決 所以我們這案基本上 以前都CLEAR法官 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女婦的 Rosemary 這個法官 電影法官 我們的第一次控制也在那裡 所以他也有講到這些裁決 說我們第一次的控美案 他也有跟我們說 我們這案去顧的背景 他有確認一些 他有確認一些事項 當然也把我們第一次控美案的結論 也頒到我們第二次控美案的時候 我們繼續再來贏 因為在法院裡面 所有的文書 都可以 都可以做為 我們最後在最高法院要用的那個 陳情案的那個什麼 嘿 主要的文書 所以喔 我們的CAMP的律師的策略是對的 我們都在靠裡面 資訊 我們在法院裡面固 哪裡 是法院同意的 齁你知道齁 所以 我們齁 雖然齁 我們一直在那裡 都沒有一個很好的結論 但是齁 CAMP有把法院 集齊的論述都收起來 他想要在最高法院 要做陳情案的時候 他要把這些卷宗都放下去 齁 所以CAMP用的招 很好 他是 他是高招人說的 後發自然 他都給您說 你知道嗎 他都放在給您說 你講一講的 你如果同意的事情 我都收一收起來 等到最高法院的時候 我們大家同意的 你知道齁 他都集中起來 你知道嗎 他就變成我們的 最高法院的陳情案 他放在 送給美軍去處理 大家都同意一件事 法院的同意 美國政府的同意 中華民國的同意 國籍不應該被更改 你的合法的國籍不能用改 什麼人改什麼人有事 這是法院在最高法院 大家都同意 包含法院的同意 這就是我們民事求 求償案會過的原因 我們這件 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 決議要拚 原理就是在這裡 再來就是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情 1941年12月7日 日本襲擊了美國夏威夷 珍珠港的海軍基地 結果美國國以12月8日 發表的戰爭宣言 就是對日宣戰 美國也有對日宣戰 在12月8號 他說我們要對日本選擇 經過四年的戰爭 日本於1945年9月2日投降 同一天 盟軍最高指揮官 道格拉斯 麥克拉斯 將軍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命令 日本高級指揮官 以及所有地面海上空中的虎 的虎助部隊 虎爾摩沙 向蔣介石將軍投降 所以他有說 我們這個虎爾摩沙和彭武 向什麼人投降 將開削 所以 蔣介石是代表什麼人來打 代表盟軍 和主要佔領全國美國 所以我跟你說 他 將軍之二的身份 他是盟軍的代表 他也是美國的代表 你說為什麼 因為這一般命令第二號 裡面規定的 一般命令第二號 是盟軍下命令 叫將軍之二 你來什麼 你來佔台灣 所以他本身就盟軍 齁 然後還有 他還有一個新聞 齁 他叫 毛澤東證明的 他說 你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你是美軍的糟糕 阿不 真的有證 毛澤東說的 沒有不對 他真的是美軍的糟糕 齁 這我就不證明了 齁 反正你都去看 現在 這個 毛澤東他怎麼賣 為什麼就跟國民黨 他都說 你這壁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你們不配當中國人 你是漢奸 所以我跟你說 真正的漢奸就是 蔣介石跟國民黨 他都整天說別人漢奸 他也是 你知道意思嗎 他在說別人多壞 我說他也有做 他做到比 我會說 比 他你賣 那壁人更壞 人家說的 顧要顧 一座毛 他都說別人漢奸 喔 日本侵略 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怎樣 哇 漢奸 我會說 他 他做的做對比 日本更壞 他就是要讓你轉移焦點 讓你去看 日本多少 但是他不要讓你 檢查 檢查 他搜尋 他搜尋 他就要讓你 模糊焦點 齁 你知道 那叫做灑國學 要把你噴 啊 都說那些 沒那麼沒接的 啊 但是你齁 現在 真正來看 檢查跟國民黨 搜尋 可惡的行為 就好了 你把他說的齁 你來 拿那些名字 來檢查國民黨 跟檢查 他都做到什麼 你走不去 所以他都 你別說看 一個人 整天說白人 多壞的啦 啊你也要把他檢查說 啊你怎麼做 好 反正你做的比 你說的那些人更壞的 他都說 日本啊 南京大屠殺 那有的沒有的 你也把他檢查一下 你給他看 蔣介石 國民黨他有沒有大屠殺 有 有 怎麼沒有 他在臺灣 發動的 日日白 跟白色恐怖 那就是大屠殺 沒有什麼叫大屠殺 現在人都在獄啊 啊 還不是我們齁 台灣在獄 人 共產黨在平安 也要獄咧 人他們好 很多親友 平白無故 就這樣 沒了 那就叫 國民黨的特務 你帶代理 國民黨的這個特務代理齁 是齁 是齁 叫共產黨 最差的 我如果說代理 你就知道 代理就是以前在中國大陸 你進行暗殺的 你進行一些綁架的 在那 算是要把你嚴刑拷打的 就我們以前的那個 警備總司令部的這個 開機關做的就是代理啦 把我們台灣人 撲開的啦 把我們台灣人 行囑的都是代理 跟他的恐怖 我這樣說你就聽不懂 人們現在都在獄 所以你國民黨 你我們死的 齁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原因就是在那裡 齁 這你都做 這都走不去 齁 齁 齁 所以 來 他也你說的 什麼人來佔台灣的 金戒祝 啊 金戒祝叫他的 國民黨的陳怡 齁 用那個 中華民國台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 把你台灣人撲下去 撲下去了 那撲下去了 那就是什麼 戰爭罪呢 那時候 日本跟美國 這些同盟國 都不同意說 我們要把台灣交給你 中國 或是交給你中華州 或是你國民黨都沒有 人家中華都不簽耶 人家都不說耶 你中華州就怎樣 先下層圍牆 你先把他招下去了 人家不說要交給你 結果你把他吞下去了 這樣我會說你併吞 你交給他一個中華民國 你併吞台灣 啊你死了 這就是戰爭罪耶 所以故意 你那是你說 中華民國人美國的信任嗎 人日本的信任嗎 那個G7人的信任嗎 聯合國會承認嗎 聯合國不承認 是有他們的理由的耶 一句話就是中華民國併吞台灣 那他接不下去了 什麼看的原因 美國不同意 同盟國也不同意 你包含日本人也不同意 但是他將跟中國的中華民國做下去了 把你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一個性 好 還將你台灣的日本人的國籍 都改造中華民國的國籍 齁 那是在環鄧尼啦 啊 我們現在行的就是這裡 齁 根據修正後的 訴狀 蔣介石是中華民國國民黨的領導人 有沒有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 改我們台灣的國籍是什麼人 中華民國國民黨 要用中華民國國籍 這個名字給我們改 所以我們後來 一定叫中華民國國民黨 我幫你保證 這就是戰爭罪 人要安慰 齁 是日軍在台灣有權接受同盟國的 同盟國代表 1945年10月25日 蔣介石在台灣的代表 接受了在那裡的日軍投降 儘管在台灣扶爾摩沙的日本軍隊的投降 得到了美國武裝部隊的協助 原告聲稱 日本投降後 蔣介石 及其國民黨代表 同盟國管理台灣 使中華民國成為美國的代理人 齁 中國大陸的告終 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 仍然存在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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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到來我們台灣的是中國的國民黨 跟中華民黨 跟中華民黨 阿 人 人 中國政府的習近平 那個 代表人也說 到來台灣的 不是中國政府 我們中國人都不承認 因為 蔣介石的國民黨 齁 他可以代表我們 中國政府 我們不給他做代表 阿 他這個 中華民國 是一個 無效的中國的國績 阿 這是 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民 向美國和聯絡國 注定的 阿 你如果美國還在支持 中華民國 你不就把你砲擊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齁 那個韓戰齁 跟 亞戰齁 這個 美國青年都總 10萬人死的韓戰 跟亞戰 這條是要算什麼人 你知道嗎 實際上要算什麼 算中華民國 因為你美國 你支持中華民國 讓你不送 所以 人家在幫你砲擊 阿 當然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裡面有 很多因素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中華民國 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因為你美國 你擲擲擲擲擲 國民黨 要做我們中國政府的頭 我們不願意 齁 好 阿 再來 14A副入息 1946年1月12日 中華民國頒布法令 規定台灣人民自動恢復中國國籍 自1945年12月25日生效 齁 該法令規定 台灣人民就是我們國家的人民 他們失去的國籍 因為該島被敵人入侵 土地收復後 原具有我國國籍人自1945年12月25日起恢復我國國籍 除個別命令外 此一般法令還宣布了這一點 齁 俗稱海外台灣人國籍調整辦法 該措施規定居住在台灣以外的人同樣恢復中國國籍 並頒發登記證書齁 原告聲稱 美國沒有給予中華民國頒發1946年國籍法令的適當權利 原告還聲稱 美國完全了解這些法令 也了解該法令違反了國際法 在台灣 原告聲稱 他們作為中華民國繼續為同盟國管理該島 15A副入息 2015年2月27日 原告向被告美國和中華民國提起訴訟 齁 原告尋求一系列法令下令的公告 鎮定中華民國的國籍法 即根據各種國際文書在法律上無效齁 這咱是TEMP這邊咱講的 咱就講中華民國國籍要無效 齁 阿你 美國我不管你什麼法令 你 你愛做公告 齁 你要公告中華民國國籍是一個無效的國籍齁 齁 並且 美國為授權中華民國發布這些命令齁齁 齁 原告還就任意剝奪國籍的侵權行為齁 尋求對中華民國的金錢損害賠償 他也說這就是要害 我們Camp有說 中華民國改我們的國際要賠 什麼人改什麼人要賠 根據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12b1和12b6 兩名被告都提交了不受理 原告修改後投訴的議案 當然在地方法院他們說 教律說這要不受理 什麼不受理 因為你這案子 你沒有什麼標的管轄權 你法院照理說 你不要插 你不要插原告說 什麼原因 因為你沒有資料管台灣和中華民國 所以麻煩你 你不要管原告所講的 你知道嗎 當然人家這樣說就對你了 好 再來2法律標準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就好了 聯邦法院是具有限管轄權的法院 他講的是對的 我聯邦法院是有限管轄權而已 我沒辦法說我是美國 反正我怕去關中國 去關英國 去關法國 去關五路書 我沒可能會在管理 只能審理憲法或國會法案委託給他們的案件或爭議 他說你這案中有法律 證明說我可以審 我可以審 我有能力審 我有資格審 你自己要證明 證明說我法律有的管理可以審 不然我這案基本上我可以不受理 為了解釋第三條的案例或爭議 要求法院制定的一系列 被稱為可塑性原理的原則 所以也有法律 你有什麼地方可以在法院做訴訟 有一些是不行的 其中有效和政治問題學理 國家財政部 顧 顧公會訴美國案 當然他講了一些案例 這些協理包含了 審慎的要素 即國會可以自由推翻 今天我們說到這裡就好了 因為今天有事 我今天跟他做一個最後的final的解釋 他在說 我美國的法院的管理權限是有限的 那我基本上只有在哪裡能夠做呢 第一個我美國憲法的轄區 有美國憲法官的地方的地方 基本上我都能審 齁 我都能審 但是我說法院裡面齁 他忘記了一條法律 叫做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裡面明明白白講的 非常的清楚 你台灣是我美國的國內 所以基本上法院也可以審理這一案 但是 那個時候你說要把台灣關係法 把他提到法院去 因為我認為台灣關係法是一個命門 你要美國的法院齁 他具備審理讓台灣人案件的能力 應該在台灣關係法 因為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然後在台灣關係法第四條B之七 裡面有講的非常的清楚 你台灣人 你可以去告美國 在美國的法院裡面 你有起訴的能力 所以我告訴你很清楚 我們既然要叫台灣關係法 要來告 這樣法院就不會拒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關係法是美國 這個總統國會 他們所同意的 在美國憲法之下 所同意的 一個法案 你知道嗎 那叫做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就是說你台灣是美國的國內 你也可以在美國做起訴 叫你說 CAMP 那個時候在告的時候 應該把台灣關係法 裡面所列舉的這些東西 也要把它附上 這樣才會減少很多麻煩 因為這有什麼 標的管轄權的問題 你要證明 美國的法院 對台灣有管轄權 所以 你要證明的時候 你最好就拿法律來證明 這是美國總統和國會 所通過的台灣關係法 台灣是美國的國內 所以 台灣的居民 你包含林志森 林子安和台灣民民政府 這一批原告 可以在 美國法院根據台灣關係法 可以起訴 你美國法院 對台灣有司法管轄權 這是第一行 這你要舉證的地方 第二個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國內 那我們證明一件事情就好 美國總統跟國會 對台灣是不是有單獨立法的權利 我們也證明了 台灣關係法本身 就是美國總統跟國會 對台灣單方面的什麼立法 他沒有問過台灣或中華民國 這樣就證明說 在美國總統 國會跟美國憲法 一刻 他們可以在關台灣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記 台灣是美國的國內 當然也具備在美國各級法院裡面起訴 或應酬 或應酬的能力 這個很重要 法院一直在講這個問題 當然 我們想要這案是交給美國軍事政府去心裡 為什麼 因為這有卡住戰爭法的問題 因為 法院 他也不是說他的能力是通天的 他什麼都能審 我們這案子裡面齁 實際上我們考驗案裡面有兩個部分 一部分就是我們很單純的 我們屬於Camp這邊的 我們台灣民政府在交的 要交什麼呢 交 你的國際共和民事賠償的部分 但是我給各位說一件事 這是我們同台灣民政府的部份 還有一部份是什麼你知道嗎 美國軍事政府人自己要求的 美國軍事政府他自己要追的 我的佔領地 你記得哦 台灣是美國的占領地 既然 有人 違反我 美國的法律和戰爭法 包含舊金山條約和台灣關係法 私自更改台灣人的日本國籍 我美國軍事政府 我有權力替台灣人民維權 你記得哦 台灣是美國的國來 我美國軍事政府我是當局 我有管理來檢查 什麼人投給台灣人的國籍 我要找他麻煩 什麼麻煩 戰爭罪 跟反人類罪 人家說好了要怎麼講解救 你要知道咧 我們這案子裡面卡住兩兵 這兵是軍法 軍法就是國民黨跟 將解救用中華民國命名 你投給我們台灣人的國籍 又併吞台灣的事情 這上戰爭法庭 啊 又讓你台灣人捲入國共內戰 這七十年 無套 政治戀獄 這美國軍事政府要 會負起主要的責任 起訴蔣介石跟他的國民黨 所以這上戰爭罪呢 國民黨一後變成納粹 我跟你說真的 他就是納粹 國民黨未來的名文 會跟納粹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他侵犯戰爭罪 跟反人類罪 我跟你說的都真的 你把我包起來 因為這美國軍事政府要起訴 我只看見這個卷宗 看不見這裡面說的 另外一半是在軍事法院那邊 所以我們這案子有去卡住 戰爭法的問題 你看我們新聞前後面 顯開有一個戰爭法 你都不會好怕的 你如果看到國際戰爭法 哇 啊什麼人去犯到啊 我第一個直覺 誰犯國際戰爭法 你看我們身份證後面 顯開第二條 有一個國際戰爭法 夭壽啊 你就跟這什麼人犯呢 人啊 你說法律就代表說有人去犯了 政府跟他就跟他的國民黨 完蛋了啦 哈 這沒意了啦 因為這都做的 這都 整個 市政都很確實 哈 這部分是國際戰爭法 讓美國軍事政府人自己要求 欸 臺灣是我 美軍的管理吶 啊你 手腳腳腳腳 國民黨 啊我們都不同意 你就把我們做完完了吶 啊 這人吼 我跟你說 人要查吶 吼 啊這就是 戰爭罪到反人類罪 這人美軍自己要來處理 這人臺灣人不可以處理 什麼樣的反應 因為你臺灣人是戰爭罪勒 你沒有那個管理用 戰爭罪去處理 整個 有那個管理去處理 整個就是 美國自己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尤其是美軍 齁 他又是主要佔領全國 在臺灣關係院裡面說得非常清楚 我是臺灣的統教 臺灣的黨籍就是美軍 啊美國說了 臺灣人的人權最要緊 啊現在你齁臺灣人你沒有政府 你沒有國際 什麼人贏了 我要找那個人麻煩 我要找那個團體麻煩 什麼人 政府解決到國民黨 所以我跟你說啊 這個美軍未來對 政府解決到國民黨 這回恐懼沒有好臉色 我給你保證 他們完蛋了 這是屬於戰爭法的部分 齁 啊當前戰爭法 他們是財雷軍 他也有附帶 民 啊哪啊 民視球場 我們有去加工的 我們臺灣民政府 林志生 林子安 臺灣民政府這邊 有齁去加工參與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要贏了 齁 這樣我們這案就結案了 在 戰爭法部分跟民視球 在民視球場部分在臺灣就會結案了 所以我們這案裡面齁 恐懼裡面齁 有去掩討兩個部份 一部份是美國軍事政府 要追究蔣介石跟國民黨 戰爭罪跟反人類罪的 齁 這一邊的 這是美軍要叫的 因為我們臺灣的主要佔領全國是美軍 他對他要保護臺灣人的人權 這在臺灣關係法跟舊金山條約裡面都有提到 你知道意思嗎 齁 然後 齁 還有一點 就是說 這個所附帶下來 對你臺灣人民的傷害 就是改你國際的傷害 這個很確實 人家 美國軍事政府 齁 跟這個中華民國 人他們要背我們臺灣人 齁 所以我們這案裡面齁 卡在兩邊 一邊是 這個 國際戰爭法的部份 這 美軍來處理 啊 一部份是 附帶的民視球場 他在破關的時候 他就要給你破一個所謂 要背你 齁 現在有事 齁 那今天先到這裡 我們明天祭祭 齁 謝謝各位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